我发现自己是真千金 而且还有一个超漂亮的假千金姐姐 就在众人以为我俩会逗个你死我活 准备看好戏时 我早已和姐姐成了最好的闺蜜 一 当满家父母派人来接我时 我早已等候在门口 一辆汽车缓慢地停在我的面前 徐小姐 夫人有事 派我来接你 请上车 我抬起脚上了车 沿途看着路边的风景 回想这几年的生活 其实我这几年过得也很好 真千金那被人欺凌的狗血故事 也并没有发生在我的身上 我的养父母对我也很好 我的养父是一名朴实的农民工 我的养母则是一名家庭主妇 虽然不富裕 但是我生活得也很幸福 直到一份匿名的亲子鉴定书送到了我家 我见到了我亲生父母 他们看到我也很是惊讶 因为我长得很像满夫人 满夫人并没有像其他贵妇人那样花枝招展 她穿得很简单 却依然抵挡不住她浑身散发出来的气质 想着想着就到达了满家 一座现代结构的别墅 白色的墙壁 简约的风格 衣衫傍水 梦中情宅啊 远远望去就可以看到一个端庄又不是优雅的女子站在她 徐小姐 到了 司机下车帮我打开了车门 我下车看着别墅有意识的愣神 徐小姐 你好 我是满心柔 你好 我是徐梦 我仔细地端向其他来 我本以为豪门的千金都是那种不安适适的小公主 没想到满家培养的如此端庄 二 走进别墅 满家父母早已坐在沙发上等待 见到我进来 满母拉过我的手示意我坐下 他们没有让我受委屈 我说完满母点点头 那就好 说吧 满母把满心柔拉过来 对我说 梦梦 心柔她与我们生活了也有很多年了 妈妈有点舍不得她离开 但是妈妈一定不会偏心的 妈妈发誓 我本来就没有想过要赶她走 于是点点头 满母见我如此懂事 于是又抱着我哭了起来 满腹抹了把泪 然后对满母说 行了 孩子刚回来 也没吃东西 先吃饭吧 满母拉着我就走 我也顺手牵住了满心柔 走吧 姐姐 吃饭去 满心柔见到我拉着她的手 满眼疑惑 欲言又止 三 饭桌上 满家父母提出要给我转学 与满心柔一个学校 美其名曰满心柔可以照顾我 办理转学的速度很快 上学前一天 满母对我说 你好好上学 你养父母那里 我会派人照顾的 我点点头 其实我最放心不下的 就是养父母 毕竟他们对我很好 次日 我与满心柔一起去上学 刚进到班里 就见原本吵闹的班级安静下来 班主任轻了轻嗓子说 这是我们班新来的同学 我听见同学窃窃私语 听说他就是满家的真千金 满心柔是假的 我们有好戏看了 我没理会这些言论 只是走到讲台 平静地说 大家好 我叫徐梦 下课后 大家一窝蜂地跑到我的桌前 他们围在我的桌前 叽叽喳喳 像看猴子一样 看我 这让我很不舒服 一道声音打破了这吵闹的氛围 徐梦 老师让你去取教科书 说话的正是满心柔 他是班长 这个在我的意料之中 因为我在此之前 已经听说过他成绩很好 我双手插都走了出去 啊 刚才谢谢你啊 见他面露疑惑 我解释说 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他笑了笑 下午回教室 发现门口围了很多人 我挤开人群走了进去 那些人见到我都倒吸一口凉气 我皱了皱眉 因为我是真的不喜欢人多的地方 而一个女生冲过来 差点将我绊倒 忽然一个人挡在了我身前 我一看 哦 是钱桌 只见他低下头 对我轻声说 你没事吧 我摇摇头 离他远了一些 人群中有人尖叫一声 笑草怎么会认识新来的同学 他俩不会 随着这一声尖叫 人群中有不少人 开始窃窃私语 其中有几个女生握紧了拳头 转身离开 下课后 我去上厕所 正在洗手 有人忽然拍了拍我的肩膀 你就是徐梦吧 我转身看去 只见一个长得还行的女生 后边跟了几个女生 哦 有事 其中一个女生说 劝你离笑草远一点 不然 我饶有兴致地挑了挑眉 不然怎么样 另一个女生说 小姐 跟这个贱人有什么好说的 一看就是他勾引的笑草 直接给他点教训 让他尝尝记性吧 说吧 就要来抓我的头发 不过 那个被称为小姐的 也没有阻拦 就在离我头发几厘米远的时候 被我一手抓住 我伸手往前一带 那个女生重心不稳 直接扑在小姐的后背上 其他人见状想要冲过来 我直接把小姐拽起来 抬脚踹在她的身上 把想要过来的女孩 再一次带到 其他人更是一动不敢动 毕竟在学校里 敢这样对小姐的 只有我一个 连满心柔都不敢动她 不料 这一幕碰巧 被来上厕所的满心柔看到 小姐仿佛看到救星一样 小贱人 快来帮我 不然下次还把你关在厕所里 听到这句话 我微微一愣 随即加重了脚下的力度 你骂谁小贱人呢 给我道歉 满心柔仿佛没想到 我会帮她 微微一愣 我又用腿顶在小姐的身上 道歉 小姐气得拳头紧握 但她用尽力气 也没能挣脱开来 最终屈服了 对不起 行了吧 我说了 你可以把腿从我身上离开了吧 我松开腿和脚 以后别让我看到你欺负别人 不然我见一次打一次 随后 我拉着满心柔快步离开了 一路上 我们谁也没说话 直到快进班里时 我拉住她 爸妈知道你被欺负吗 她并没回答我 而是把我的手 从她的胳膊上拿下来 快步走进班里 四 放学后 我们谁也没有说话 饭桌上 我开口 父亲母亲 你们知道满心柔在学校被欺负了吗 满父母对视一眼 满母说 我们知道 你们有才去 我还没有说完 就被满母打断 我们都知道 但是她如果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的话 以后还怎样帮你协助公司 可是我才来到满家没几天 而满心柔被欺负 看起来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我正要说话 却被满心柔在桌子底下拉了一下 我看她 她摇摇头 事业我不要说了 晚上 我走进满心柔的房间 她原本光滑的手臂上 现在隐约还能看到几道伤疤 我站在她旁边 为什么刚才不让我说了 没用的 满心柔也说过很多次 可每次都是被满父母 以一点小事都解决不好搪塞过去 她自己也很疑惑 后来发现自己不是满父母亲生时 才知道他们是想把自己逼走 而现在为什么没有赶自己走 只是自己还有利用价值罢了 她突然与我说 你想考什么大学 我摇摇头 不知道 她说 我想考A大 为什么 A大很远 因为我想远离这里 于是我沉默了 过了很久 我忽然说道 满心柔 换我来保护你吧 她瞪大眼睛看向我 发现我也在看她 我知道她此时头顶三个问号 但我并不想这么快把真相告诉她 于是我随口撒了个谎 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的话 你就当我喜欢你吧 嘻嘻 说完 我在她脸上拨了一下 满心柔愣了一瞬 等反应过来时 我已经跑开了 而我则是一路小跑 回到自己的房间 对不起 现在没办法告诉你真相 只能让你误会了 不过 我是真心把你当姐姐的 永远都是 当务之急 是想想 怎样才能让她们 不再欺负满心柔 我起身去卫生间洗了把脸 把她们约到厕所揍一顿 不行 不行 太暴力了 要不然语言提醒一下 嗯 就这么定了 四 次日 吃完早饭 我满心柔一起去上学 回到教室 我一眼看到小姐站在门口 死死地盯着满心柔 我挑了挑眉 静止走到班门口 小姐看到我 下意识地往后退一步 我翘了翘嘴角 看来你还是不长记性 小姐听到我这样说 转身想走 但还是硬气了一回 像是下了很大的决心 她只是我的眼睛 关你什么事 我笑了笑 随后说 我再警告你最后一次 你要是还想欺负满心柔 就别怪我打得你找不到家 小姐听到这话 打了个冷战 又想起我上次在厕所那 毫不留情面地打她 转身离开了 满心柔看到我看向她时 满身的冷气 全部散开 只剩下了柔和 我走到满心柔桌前 凑到她耳边 姐 你看吗 我帮你把他们赶跑了 满心柔脸刷得一下红了 满眼都是崇拜的小星星 四 晚上 满父母因为工作有事不在家 我和满心柔点了一份炸鸡 我吃得可开心了 因为满父母在的话 是不让我们吃的 次日 九点多满心柔把我叫起 我迷迷糊糊 感到有人揉我头发 看到是满心柔便倒头往下倒去 还想再睡一会儿 满心柔眼几手快 把我接住 孟宝 快起了 今天要秋游 听到秋游 我才费力地睁开眼 满心柔看到我这副样子 又揉了揉我柔软的脸蛋 快点吧 要迟到了 满心柔拽我起来 给我洗漱 然后我就这样迷迷糊糊地 被她带出了家门 路上风景如画 绿树成荫 生机盎然 到了地点 我与满心柔走到湖边 找了个位置坐下 波光淋淋的水面 倒映着我们 姐 你上次不是问我要考什么大学吗 满心柔看着我 嗯 怎么了 你想好了 我看着满心柔 目光触及 我要考A大 满心柔愣了愣 随即笑起来 好 秋游回到家 我抓紧拿出课本学习起来 毕竟A大可不是说说就能考上 我正在与物理题做抗争时 满心柔走到我旁边 直接给我指出错误 我被她一提醒 思路瞬间打开 我一边写一边还夸着满心柔 姐 你也太牛逼了 随后我又看看满心柔 姐 你不预习吗 满心柔摇摇头 这张很简单 我已经自学完了 我不可置信地瞪大眼睛 虽然我学习也不差 但这张对于我来说 还是稍微有点难度 最后我死缠烂打 把满心柔留了下来 让她和我一起预习 次日清晨 我早早起来 因为我要与满心柔晨跑 毕竟也不能只学习 还要有好的体力嘛 换好运动服 我走下楼 看见满心柔已经坐到沙发上等我了 我凑到满心柔面前 姐 你等了很久吗 满心柔看到这突如其来的精致小脸 有些愣神 然后揉揉我的头发 没有 快走吧 晨跑回来 我就又遨游在知识的海洋里 哎 不得不说 学习起来时间过得真快 我一不小心就学到了中午 直到满心柔来叫我吃饭 我才知道中午了 学习了一上午的 我早就鸡肠鹿鹿 看到丰盛的饭菜 也顾不得什么优雅了 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满父母看到我吃得这么香 都不由地笑了起来 满心柔则给我递了张纸 慢点吃 慢点吃 我才意识到自己吃得太不优雅了 于是放慢了速度 满父母和满心柔 看到我这副样子 都宠溺地笑了笑 满母下午来找我 发现我还在房间里学习 于是过来拍拍我 梦梦 别一直盯着课本 要运动运动 妈妈看到你学习也很开心 但也要劳逸结合呀 我应了一声 然后头也不抬地说 妈 我知道了 满母看到我头也没抬 还想说什么 但最终什么也没说 最后又盯住我几句 才离开了 我埋头学习 因为真假千金之事 我已经落了很多课程了 只能在闲暇之时 拼命地补回来 当然对于我来说 还是小菜一碟 没过多久我就复习完了 我下楼去街水 看到满心柔 愁容满面地坐在沙发上 我走过去 满心柔并没有发现我 我轻轻地拍了拍满心柔的肩 姐 你怎么了 怎么愁容满面地坐在这里 满心柔看到是我 脸上的阴霾一散而去 对我笑了笑 没事 随后他又说 你复习完了 咱们去逛街怎么样 我点点头 姐 你等一下 我去换身衣服 一个小孩子突然冲过来 差点把满心柔撞倒 我一把将满心柔拉过来 那个孩子的妈妈急忙跑过来 一个静得向我们道歉 我们都没有事 我就让那个孩子的妈妈走了 我抓住满心柔的肩 满心柔 你在想什么 你差点被撞倒知不知道 满心柔看到我急得快哭的样子 低下头 我这不是没事吗 我看到满心柔这副样子 于是放缓声音 姐 你告诉我 到底怎么了 满心柔再也忍不住紧紧地抱住我 哭起来 满心柔一直在哭 可不管我怎么问她 她都不说 于是轻轻拍着她的背 姐 你想哭就哭吧 别憋着 满心柔又抱着我哭了一会 然后她松开我 我给满心柔擦擦泪 好了 姐 你想吃什么 咱们去吃饭吧 我牵住满心柔的手 心想 姐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呢 我想帮你 却无能为力 回到家后 满父母都在 我满父母打声招呼 就上楼了 走到房间门口 我发现满心柔并没有上楼 我趴在栏杆上 听着楼下模糊的声音 心柔 你 你要回去吗 我听到这句话 心里隐隐感到不安 我回到房间 靠着房门坐下 难道 满心柔的亲生父母来了 这个想法在心里愈演愈烈 可我不管怎样问 满心柔他都是 一副你在说什么的样子 我也觉得可能是自己想多了 便不再想这件事 我又恢复了正常的生活 五 可那个校草 好像对我有意思 这天 我与满心柔刚到校门口 发现有一个男生站在那里 好像在等人 我和满心柔 我从那个男生身边走过 那个男生突然叫住我 我一转头发现 这不是校草吗 很显然 满心柔也知道 他就安静地站在我旁边 饶有兴致地看着我 校草朝我走过来 徐梦 我打断他 校草 有什么事吗 校草看看我 又看看满心柔 满心柔很显然明白了校草的意思 于是满心柔自己走了 徐梦 其实我叫沈玉 我停下来 看着他 然后呢 你别叫我校草了 就叫沈玉吧 他看着我满脸问号 急忙解释 我就是想 晚上请你来我家 给我过生日 我看着校草的脸 完美无瑕 转行做流量明星 也完全够了 可惜 我们注定不会在一起 毕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不过 跟帅哥玩玩也好 我这辈子 还没跟这么帅的人 近距离接触过 于是就答应了他 他听见我答应 眼里都是藏不住的激动 这是我家的地址 他在我手里塞了一张纸 然后就跑了 等我回到班里 满心柔笑眯眯地看着我 我急忙跑到满心柔桌前 姐 不是你想的那样 满心柔一副我懂的表情 难道他也喜欢校草 想到这 我更着急了 我不能抢姐姐的男朋友 一定不能 我急忙掏出来 沈亿给我的那张字条 姐 你看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满心柔看了一眼 那表情显然是不相信 那我晚上带你一起去 行不 为了证明我的清白 我豁出去了 看到满心柔点点头 我才放下心来 可是回到座位 我才想起 这样贸然带人去 是不是有点不太好 算了 下课与沈亿说一下吧 下课 我在门口堵住沈亿 沈亿看见我眼睛亮了一下 怎么了 徐梦 沈亿晚上 我带满心柔去行吗 沈亿眼里的光暗淡下来 不过 他还是说 没事 可以 我听到他的回答 放下心来 拍拍沈亿的肩 谢谢你了 沈亿 我正要走 沈亿一把拉住我 强迫我看他 他揉了揉我的头 这一幕正好被满心柔看到 他勾了勾唇脚 摇摇头 我无奈 解释不清了 回到家 我直接回到房间 拿出作业 奋笔记书 虽然明天是周六 但我和满心柔 说好了要出游乐园 就在我做作业 做到忘我的禁界时 有人敲了我的房间门 进 我看到是满心柔 姐 你有事吗 还没等我说完 满心柔就叹了一口气说 我妹妹要谈恋爱了 我急忙说 姐 我跟她没啥的 你喜欢我让给你 满心柔慢慢朝我走来 臭丫头 想什么呢 姐怎么可能抢你男朋友 这句臭丫头 让我心神狂震 脑袋空白 姐 都记起来了 不过她下一句话 又让我提起了希望 重新失落 沈玉名声不是很好 你跟她谈恋爱 要注意点 我正要开口解释 姐姐已经走了出去 六 次日 沈玉再次找到我 徐梦 我可以问你一道题吗 我正在做题 马上就要月考了 沈玉坐在我旁边的位置 她把卷子给我推过来 给我指了一道题 这道 我看了一眼题 神情复杂地看了一眼沈玉 直白地说 你确定 我估计沈玉本来就是想与我说话 就随便拿了张卷子 结果她低头看了一眼 她指的那道题 卧槽 这么简单 我居然问了徐梦 完了完了 我的好形象要没了 我笑了笑 当做没听到她说话 她也当做我没听到她说话 硬着头皮点了点头 见她点头 我拿起笔 直接在图上画了条辅助线 我讲完后 看到沈玉一直盯着我的手看 沈玉 你会了吗 沈玉一下回过来神 急忙点了点头 落荒而逃 我看了一眼她的背影 莫名其妙 放学后 我一直没有等到满新柔 直到几个女孩子看到我 徐梦 你怎么还没走 满新柔已经被她的父母接走了 你不知道吗 我压下心中的疑惑 点头向他们道了谢 转头就向满宅走去 一路上我越走越快 因为我心里隐隐约约 有种不安的感觉 果然回到满宅 我看到有两个陌生的夫妇 坐在沙发上 满家父母看到我 立马向我招招手 梦梦 你过来 这是满新柔的亲生父母 我从满母那知道了原委 满新柔的亲生父亲姓邓 原先邓家父母 在职场上叱咤风月 而邓夫人有了满新柔时 就把公司由邓先生管理 自己则安心养胎 在医院生下满新柔 也不知是谁走漏了风声 让那些想要打垮邓家的人 有了可乘之机 就在邓夫人上厕所的时候 被别人趁机抱走了满新柔 那个人把满新柔 扔在垃圾桶旁边 正好满家父母刚刚丢了我 丧子之痛让他们鬼使神差 把满新柔抱回家中抚养 结果一抚养就抚养了17年 但邓家父母 一直都没有放弃寻找满新柔 前几天接到朋友的电话 说好像找到了 于是他们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来到满家 结果看到满新柔 与邓夫人年轻时一模一样 就更加确定就是自己的孩子 我来到满新柔的房门前 敲了敲门 打开门 走进去 我看到满新柔一个人孤独地 坐在小沙发上 望着窗外的高楼大厦发呆 我再忍不住了 扑到满新柔身上 忍不住哭了起来 结 满新柔拍拍我的背 看着哭得稀里哗啦的我 笑了笑 我还没哭呢 你哭什么呢 结 你是不是要离开我了 我听到邓家父母 好像要带满新柔出国 满新柔拍了拍我的背 给我顺顺气 但是并没有说话 我从满新柔身上爬起来 抱住他 结 还好你的亲生父母也有钱 你以后的生活会很好的吧 这样我也放心了 对了 结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这么喜欢你吗 满新柔摇摇头 我因为孤儿院太孤单 就逃了出来 可那时还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 我看着人来人往的街头 很迷茫 我要去哪里 我能去哪里 可我又不想再回孤儿院 我就靠着墙 一动不动地蹲着 我以为自己快死了时 满新柔看到我讲到这里 眼里有亮光闪过 那时 你出现了 你给了我一个热乎乎的包子 我看向你 白色的灯光撒在你身上 我就在心里感叹 仙女下凡了呀 直到你的家人叫你走时 我知道了 你叫柔柔 真是人如其名 真的很温柔 然后我就拿着热乎乎的包子 回到了孤儿院 然后就被我的养父母领养了 我看了看满新柔 姐 你知道吗 我那时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已经知道了 小时那个仙女就是你 我是很开心的 因为我可以见到我的女神了 可 可是 说到这里 我哽咽起来 泪水止不住地往下流 我刚来 你就要走了 我又说 我想告诉你 满新柔 你永远是我的姐姐 永远永远 说吧 我抱着满新柔 小声的哭泣起来 满新柔拍拍我的背 然后我们陷进了一阵沉默 过了许久 满新柔开口说 孟宝 我们会再见的 会吗 我抽咽着摇摇头 姐 对不起 我又骗了你 也不算骗 我只告诉了你一半真相 而另一半真相太残忍 我真的没办法说出口 因为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就会突然消失的 起 次日 我与满父母送满新柔到机场 我上前抱住满新柔 强忍着泪水 但还是带有哭腔 会心疼的 走到登机口 满新柔回头望我 用口型对我说 孟宝 再见 再见 回到满宅 我直接回到房间 靠在房门上 忍了一路的泪水 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 但我很快就振作起来 我还要帮助满新柔 实现考A大的梦想呢 我挑灯夜读 为了A大 为了满新柔 拼了 班里的人听到满新柔退学 也是不可思议 因为满新柔成绩很好 又看到我与满新柔走得很近 纷纷跑过来问我 我并没有回答他们 只是默默地刷题 同学们知道 从我这里也问不出个所以然 就都识趣地 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但还有几个女生 在那里窃窃私语 说是窃窃私语吧 都有些对不住他们 毕竟那声音真的很大 好像就是故意说给我听的 也不知道 许梦得意什么 以为自己长得好看 就了不起了 就是 就是 那张脸都不知道 什么是自然的呢 她有什么好得意的呀 我并不理会他们 我不明白都高三了 他们怎么还这么闲 一道好听的声音 从我前桌发出 你们在说什么 我抬头 就看到沈玉看着那几个女生 那眼神 好像那几个女生在说一句话 就能把他们生吃了似的 那几个女生 立马晋升 谁不知道 沈玉是沈家最有能力 成为继承人的呀 他们又狠狠地瞪了我一眼 我怂怂间 无所畏惧 我转过头 对沈玉说了声 谢谢 便又继续刷题 我感觉到 沈玉一动不动地盯着我 抬头看去 与沈玉四目相对 我皱了皱眉头 盯着沈玉 你还有什么事吗 沈玉这次没有丝毫退缩 看着我坚定地说 徐梦 你今天晚上有时间吗 我挑了挑眉 有事吗 沈玉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 我想请你来我家做客 我看着沈玉坚定的神色 也不好意思直接拒绝 于是开口说道 马上就要考试了 我想要多刷会题 沈玉听着我委婉地拒绝 只好转头继续刷题 放学后 我走在回满宅的路上 停下脚步 转过头 对躲在树后的人说 别躲了 出来吧 然后我看到沈玉不解的 从树后出来 对于这人是沈玉 我也没有太大惊讶 我早就猜到了 沈玉不解的说 你怎么能知道 有人在跟你 我明明已经很小心了 我直接说道 有话直说 你跟我干什么 沈玉大步向我走来 那个 我想让你去我家做客 我看着沈玉眼中的占有欲 慢慢开口道 我记得我好像已经拒绝你了 沈玉直接破罐子破摔 深情地对我说 徐梦 我喜欢你 你可以做我女朋友吗 我摇摇头 沈玉愣了一瞬 为什么 你不会想知道的 这个世界的真相 我想好好高考 不想恋爱 现在你可以离开了吧 我转身就要走 却被沈玉拉住手腕 我看了看 沈玉拉着我手腕的手 冷冷地看着沈玉说 松开 沈玉对我突然而来的 冷意吓了一跳 松开了我的手 直接转身就走 但我能感受到 身后沈玉一直在盯着我 次日 我总是能感受到 一股强烈的目光盯着我 这目光盯得我很不舒服 但我并不理会 我还要考A大 不能因为一些 无关紧要的人 耽误我刷题的速度 就这样过了几天 一天 放学后 沈玉站在班门口 见到我过来 把我堵在班门口 她上前想要抓我的手腕 我直接向后退一步 我觉得我说得很清楚了 我要学习 沈玉抓住我的肩膀 我喜欢你呀 你就不能试着喜欢我吗 我嫌弃地看着沈玉 你是不是脑子有毛病 我都说了 我要学习 还有我不喜欢你 也不可能喜欢你 说吧 沈玉一拳向我挥来 我直接侧头躲过 平静地看着她 哟 这是得不到就想毁掉呀 沈玉看着自己 挥向我的拳头 一下子松开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直接一巴掌呼过去 有毛病 经过这件事情 沈玉也安分了不少 这时我心情好了不少 转眼离高考 只剩下30天 整个高三楼的气氛 都变得紧张起来 我放学后 回到满宅 爸妈 我回来了 满母正在看手机 看到我回来 立马把我叫过来 梦梦 快来 心柔打视频了 我连忙跑过去 拿起手机 姐 视频里 满心柔神色有些疲倦 但还是笑着对我说 梦梦 我转头对满母说 妈 我回房间打视频了呀 满母对我招招手 去吧 别打太长时间啊 要不然又得熬夜写作业 我上楼 走进房间 直接扑在床上 姐 我好想你 你什么时候回来看看我呀 嗯 满心柔抬起头假装思索 就你高考完 我去看你吧 我开心地在床上滚来滚去 好啊 好啊 这里新开了一家甜品店 等你回来 我带你去吃吧 可惜满心柔的疲倦之色 也许看见了 可以 时间像离闲的剑 三十天搜的一下过去了 转眼就到了高考的一天 满家父母早早起床 亲自为我做好早餐 梦梦 你起了 快来吃早餐 满母看见我下楼 向我招手 哇哦 爸妈你们做这么多好吃的呀 嗯 快吃吧 一会冷了 哦 对了 你的养父母也会送你去考试哦 知道了 满母又说 要放平心态 把他看成平平常常的考试就行了 不要紧张啊 满家父母亲自把我送到校门口 我看到了我的养父母 直接上前抱住他们 爸妈 我在征求了满父母的意见之后 就一直叫养父母爸妈 梦梦 好好考 我们相信你 加油 我点点头 走进校门后 朝他们招了招了我 用口型对他们说 爸妈 相信我 我也不知道他们听见没有 转身就走了 我坐在位置上 内心是激动又忐忑的 因为能不能上A大 就看这次了 铃声一响 整个教室都安静下来 见证了每个人挑灯夜读的夜晚 也见证了他们张扬与活力的青春 紧张的三天终于过去了 回到家的我摊在床上 给满心柔打视频 那边等了很久才接通 我看着满心柔苍白的脸色 立马清醒了 姐 你怎么了 满心柔摇摇头 没事 你考得怎么样 挺好的 我听出来满心柔想岔开话题 于是继续问道 姐 你到底怎么了 满心柔又摇摇头 我真没事 等过几天 我回去看你啊 说吧 满心柔直接挂了视频 我再给他打视频 也没有人接 这不禁让我有些怀疑 难道邓家夫妇对满心柔不好 我下楼 看到满母坐在沙发上 满母看到我过来 说道 梦梦 刚考完试 你怎么不休息一会啊 我摇摇头 走到满母旁边坐下 妈 你有没有发现姐有些异常 满母眼里闪过一丝迟疑 但随即摇摇头 没有呀 梦梦 你是不是那几天的学习压力太大了 看错了 我当然没有错过满母眼里的迟疑 是吗 妈 我想去看看满心柔 满母立马摇摇头 也许也觉得自己的反应太大了 又对我说 出国太耗费精力了 你先休息几天 咱们一起去看看心柔 凭我一己之力 并没有办法可以找到满心柔 我只能用手机一遍一遍 拨打满心柔的号码 但一次都没有接 有一条信息弹出来 是满心柔的号码 上面写着我已经睡了 明天再给你回电话 这条信息让我的担忧更大了 虽然这条信息没有什么问题 但我的心里总是隐隐不安 我抱着手机手里一页 自从那条信息弹出来以后 再给满心柔打电话 就显示已关机 到了早上 我再一次不打号码时 满心柔接了 孟宝 怎么了 姐 为什么你一晚上都没有接电话 啊 我昨天手机没电了 关机了 我穿上外套 姐 我出国去找你 不行 满心柔大声喊叫 我不由地停下脚步 姐 怎么了 我明显感觉到满心柔压低了声音 孟宝 我晚上会回去 你在家乖乖等我 我还想再说什么 满心柔直接挂断了电话 满母进来叫我吃早饭 看到我穿了外套 孟孟 你要干什么去 我与满母讲了事情的经过 满母叹了一口气 把我拉到床边坐下 孟孟 实话与你说吧 其实那邓家夫夫妇并不是个好人 他们是因为公司出了问题 需要与他人联姻 才想起心柔 而他们说一直在找心柔都是假的 那满心柔知道吗 满母点点头 我们瞒着你 是因为你要高考 不想影响你 满母说爸 想拉我的手 我直接一把甩开满母的手 你为什么不拦着他们 满母叹了一口气 摇摇头 他们拿公司做要挟 你知道的 公司是我和你爸 用了半辈子打拼出来的 我直接站起身 哼 你们只是为了各自的利益 为了利益 你们什么事都可以做出来 你们 我红了眼 指着门口 妈 你出去吧 满母上前还想拉我 我直接向后退一步 出去 听到门关注的声响 我仿佛没有力气似的 靠着墙坐了下来 明明我的姐姐 才是这个世界的主角呀 现在却被他们 当作各自利益的工具 呵 多么可笑 但这一切的开始 都怪我 我就这样浑浑噩噩噩地 坐了一下午 任凭谁敲门 我也不出去 直到 一通陌生电话的到来 喂 你好 你是满心柔的家属吗 满心柔因为 我穿上外套 疯了一样地跑出家门 那具被男子骚扰反抗 却被捅了好几刀 一直环绕在我的脑海里 不 不可能 一定是警察弄错了 我姐还答应 要陪我去甜品店呢 到了现场 我封了一般的冲进人群 这位小姐 这里是案发现场 不可随意进入 姐 我跟着上了救护车 姐 你一定会没事的 姐 我们还没有去 新开的甜品店呢 到了医院 满心柔直接被推入手术室 满父母也来了 我崩溃大哭 直到 手术室门打开 医生摇摇头 抢救无效 我的天 仿佛在那一刻崩塌 接下来 医生在说什么 我一字也没有听到 直到满母把我拉起来 梦梦 快起来 新柔还有话想与你说 我冲进病房 看到满心柔 眼里又起了一层雾 姐 满心柔脸色苍白 看着我 梦宝 我全部都记起来了 谢谢你为我做的努力 但我还是那句话 我握住满心柔的手 姐 你别说了 别说了呀 眼泪一滴滴的滴在 洁白的床单上 我看到满心柔 慢慢地闭上眼 姐 你别睡 我们还没有去吃 你喜欢的草莓蛋糕呢 还没有去游乐园玩呢 还有好多好多事没有做呢 臭丫头 好好活下去 满心柔还是闭上了眼 一气发出嘀的一声长响 姐 我的姐姐 在我的面前 又死了一次 爸 我抱着满心柔的骨灰盒 走在前面 我好像抱着满心柔的肉体一样 笑了起来 旁边的人见到我笑 不禁怯怯思语起来 听说了没 满家那千金 为了那个假千金杀人了 真的假的 真的呀 就是骚扰假千金的那个人 好像直接被捅了好几刀 直接没了 这么狠 我仿佛没有听到他们说的一样 平静的没有丝毫波澜 满心柔在我给他打电话那天 就买好了机票 趁机逃了出来 可在回满宅的路上 遭到男人骚扰 反抗 却被那个男人捅了好几刀 现在想想 好像一切的源头都是因为我 如果 我没有回到满宅 不是满父母的亲生女儿 那是不是一切都不会发生了 我为你报仇了 他们说我有精神疾病 没有抓我 姐 你说我是不是幸运的 我可以找你了 你的梦想 我也帮你实现了 A大很好 很好